10月份我們看到樓價持續調整 但調整的幅度似乎有些放緩的跡象 其實如果我們看過去幾個月 樓價都積聚了一定的調整 特別是我們看到至5月樓價開始見頂之後 在過去幾個月裡面 二手樓價平均的跌幅 我們看到最新大概跌了5.3% 這個跌幅其實如果說和2018年下半年 5個月裡面樓價都有跌幅 去年下半年5個月裡面 我們看到樓價的跌幅差不多有10% 9.9% 但看回今次來說 過去這5個月樓價調整的幅度只有5.4% 即是在今年樓價調整遠比去年下半年的調整小 另外也看到一個比較特別的情況 在二手成交裡面 我們看到過去這5個月裡面 二手成交大概有15000個 但在去年下半年 二手成交我們看到5個月裡面只有11000多宗 簡單來說 在過去這5個月 香港二手樓的調整 無論是價和量方面 其實都是比去年下半年好 我們這個看法都是說 因為始終來說 樓市方面 短期方面 供應方面 都是相對較少 而買家方面 特別是樓價回落了 買家的入市易獄都是有溫度 接下來我們看看 十月份剛剛出了施經報告 十月份我們相信 二手方面 成交方面 有機會會進一步上升 而我們的估計 十月份實際的成交 大概會升到到3500宗的水平 就比起八月份的2000多 甚至乎九月份的3000宗 都有一個回升的情況 我相信這個最主要都是受惠於 放寬按揭保險的情況 亦都誘發了買家入市的